那我们上周分享了十家七眼的第一个恩典 叫做什么呢? 就是父啊圣灵他们 也被他们所做的这么不晓得 不知道我们这一周当中 你们生活当中我们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还有能够饶恕 或者不顺服 希望今天我们来到什么面前的时候 神赐个我们饶恕的恩典 祝我们顺服的恩典 阿们 这旁边的大声说好 你要饶恕你的仇敌 你要饶恕恨你的人 你要饶恕你恨的人 你要饶恕你恨的人 耶稣就饶恕你 阿们 当然很难 但是我们要努力 希望神进我们饶恕的恩典 阿们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二句话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是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面里 主耶稣基督 在六点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 这样对我们说 我希望今天我们在礼拜的时候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就如同在乐园里一样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大声的对方 旁边说好 我们现在就在乐园里 阿们 阿们 因为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就是乐园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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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看一下 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 我们刚才看到了 对吗? 这里我们提到了乐园 阿们 耶稣对那个强盗说什么呢? 我是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还有一个段经文 有圣经的话可以查一下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 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 刚才我们在教读圣经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读到了 你再来找到的话 你告诉旁边的人多少页吗? 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 有人找到吗? 一百六十九页 黑本圣经一百六十九页 一百六十九页 黑本圣经后面的一百六十九页 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 一百六十九页 一百二十九页 一百二十九吧 中间 找到了 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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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第七节 看来这个耶稣一样 找到了吗 好的 二百 还有二百六十点 那我相信都找到了 我们下来读一下 请 欢迎我儿章 阿们 最后一句咱来读一下 得胜的 我必将神露言中生命书的果子 赐给他吃 阿们 这里提到什么呢 乐远 还有段经文 《荷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四节 《荷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四节 不经常查圣经的人 你们帮助我 一百九十二页 一口同声 黑本圣经后面的一百九十二页 《荷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四节 找到了吗 阿们 阿们 好的 我们下来读一下 其他被提到乐远 经济业的原因 是人不能说的 阿们 这个乐远是谁提到的呢 是保罗提到的 保罗被提到什么地方呢 被提到乐远 那么有关乐远的说法 有很多种解释 实际上 我们没有办法正确地解释 什么是乐远 就像我们没有办法正确地解释 什么是天国一样 因为乐远也好 天国也好 是将来我们回到神 怀抱里面的一种奥运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的想法 和我们知道的知识 去正式地解释 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和想象的 有人说乐远可能是将来的新 耶路撒冷 有这个说法 也有人说乐远是指信徒死后的去处 就是什么呢 一人死后灵魂暂时停留的地方 他们将在那里安息等候复活的时候 被提到什么呢 提到天堂 有这样的说法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神的面前 不是要分辨或者是要讨论 什么是乐远 因为乐远是将来的奥运 我们有必要去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对这个强盗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今天你要同我在乐远里面 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这是我们应当去了解去学习 那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旁边 的这个强盗得救的这件事情 我们要找到耶稣基督对我们赐给的恩典 我们要挖掘这个恩典在什么地方 二十一页 二十三章 三十九节的四十三节 九十一页 好的我们先来读一下 起 三十九节的四十三节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蹊跷 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来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 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呢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成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耶稣啊 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记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图我在乐园里 阿们 这是整个一个事情的经历 为什么耶稣基督对这个强盗 说了今日你要图在乐园里 是有原因的 那么这两个强盗 和犯人的事件 我们可以引申到 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分成两种人 就像这两个强盗 一个是什么样的人呢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去区分 那么 我们今天来到神变区的人 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相信我知道正确的答案 对吧 所以我们对旁边的人 这个问候好 你是相信耶稣的人 你是相信耶稣的人 然后对旁边说什么呢 我也是相信耶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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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如果我们相信神 我们跟随神 就和这个强盗人 一样的恩典 可以进入到什么呢 与神一同进入到 乐园 阿们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 道理是很简单的 信 或是不信 跟随 或是不跟随 那么今天 我们要分享 这个强盗的恩典的时候 希望我们就是相信耶稣的人 阿们 我们可以想象 和主同定十字架的强盗 这两个强调 强盗 他们肯定是什么呢 恶贯满盈 做尽了坏事 不然的话 他们不会被钉在什么呢 十字架上 因着他们犯的罪 最大恶极 所以被判了什么呢 这个当时在罗马地区 最什么呢 残酷的 最残忍的刑法 就是什么呢 十字架上 可见这两个强盗 在我们今天来说 也是什么呢 我们众人拓慢 众人都恨得一种 恨不得 把他钉在十架上 那么今天这两个强盗 虽然在一般人的眼中 是什么呢 是罪人 但是在神的里面 他看待这两个人的时候 他的角度是什么 主耶稣基督承认 认证 旁边的一个强盗 那他说 今日你要通过在乐伦里 这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罪人 来到这个世界 凡事 相信神的人都可以有救 不分什么呢 不分高低贵贱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说你是好人 你说你是坏人 在神的面前 不是平等 只要你相信他 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阿们 那我首先要明白 这个强盗 他为什么能够得救 为什么能够和耶稣基督 一同进入到乐园 第一点 我来看一下好 第一点他很简单 他承认什么呢 承认主耶稣基督 承认他是什么 他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主 很简单的 如果我们想得救 如果我们想进入乐园 我们要和这个强盗一样 我们要什么呢 百分之百 甚至百分之二百 承认什么呢 耶稣基督就是神 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我们的救主 阿们 这个强盗快死的时候 他转向耶稣 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 使他知道 自己死在十字架上 是什么呢 是一个 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他知道 他的罪也不该死 但是他有一个可望 有一个盼望 他祈求耶稣 感求耶稣 说什么呢 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 借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 人之将死 其言以善 一个人临死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什么盼望和可望 我们在中国看电视剧的时候 或者韩国的电视剧也是一样 这个人一般是死不了 一定要把最重要的话说完 才会死 是吧 烟烟一息也是 好像就死了 然后这口气不能咽下去 一定要说什么呢 说到最后的一个盼望 最后的盼望 这个强盗在离死之前 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 希望和耶稣基督一起 回到什么呢 回到天堂 虽然耶稣基督和他一样 被钉在十字架上 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他的心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个确切 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 这个人就是救主 所以他没有别的盼望 只有祈求耶稣 你要拯救我 求你帮助我 那我们各位女子妹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可能有患难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可能要走到这个尽头的时候 走到走投不顾的时候 没有办法的时候 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什么呢 我们去寻求神 那我们对旁边大声的话 你要在任何的时候 都寻求耶稣 要在任何的时候 都寻求耶稣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人有一个毛病 人有一个特点 人在平安的时候 人在满足的时候 不寻找耶稣 只有我们到了危险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了患难的时候 我们才去找耶稣 我们才去找耶稣 耶稣基督要求的是什么呢 你在任何的时候 都来什么呢 都来寻找 我就尝与你独在 知道什么 知道世界的末年 阿们 希望各位女子妹 不要等到 遇到患难的时候 不要等到 事情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再去寻找耶稣 让我们在平安的时候 在喜乐的时候 在快乐的时候 在满足的时候 都要什么呢 与神一同分享 这美好的能力 阿们 如果你真的能够在平安的时候 在喜乐的时候 在满足的时候 寻求神的话 你就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而不是一个像小孩一样的基督徒 无论在任何的时候 都要什么呢 与神同行 与神同在 阿们 那我们今天 来到教会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静下心来 本心自问 我们是否真的承认 主耶稣基督是 我的主人 如果 在我们当中 还有 没有承认耶稣的人 那么 我希望 请你赶快 赶快什么呢 来到耶稣面前 成任他的全能和救恩 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赞美 对吧 这个赞美叫马拉纳探 很多人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唱马拉纳探 是吧 马拉纳探是我们的希腊 意思很简单 在情路当中 有这样的经文 就是 主力快来的意思 如果今天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当中的话 我们就没有记忆 如果耶稣基督 今天在你面前 面对你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审判的时候 审判的时候 有的人求耶稣基督快来 有的人求审判耶稣 你不要来 为什么 因为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和我认识的还什么呢 还没有多救 我希望我们现在加快 我们传福音的脚步 让更多的人 能够回到神面前 有救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 来到我们当中的话 就没有机会 审判开始的话 任何的机会 就没有了 或许在我们的亲人当中 父母当中 有很多人 还没有相信耶稣 那么当我们今天唱给马拉那奈的时候 有两种心情 一种心情是什么呢 喜乐的心情 就像这个歌曲一样 为什么 我们期待了耶稣基督快来 基督徒有个特点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怎么样 很辛苦 如果主来的话 我们所有的辛苦 都会怎么样 都会结束 但是另外一种想法是什么呢 主要你慢点来 为什么 你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地基 还有太多人不相信 如果你来的话 这些人走向的这个 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是地狱 那么请你们对旁边的大声说什么呢 祝愿你所有的亲人 都能够成为信耶稣人 祝愿你所有的亲人 都能够成为信耶稣人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寻稿 请你们够来读好 好 够一起来读 我承认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是我的王 是拯救我的主 我承认 耶稣基督 能够带领 带领我 脱离死亡 走向你生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当你们用你的嘴唇告白的时候 虽然我们心中没有完全的信心 但是你奉主的名去求的时候 我们在天上的福神 就会什么呢 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心 阿们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强盗 为什么能够接受论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 他成为了什么呢 耶稣是救主 第二个原因 我们看一下 他有一个什么呢 忠实的信心 这个马上就要死的强盗 比耶稣的门徒更有信心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没有一个人 跑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说 你就是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没有一个人 也没有跟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你的魔教 你的手求你寄点 他们都跑了 都躲得远远的 在看什么呢 看耶稣基督被钉在神的架势 他们失去了什么呢 失去了对神 对耶稣忠实的信心 而这个强盗 和耶稣的门徒是不一样 他的确信 给他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欺负 当主耶稣基督被抓 被审认的时候 耶稣的门徒李俄 曾经几次否认耶稣呢 三次否认耶稣 还有其他的门徒 在耶稣基督被抓住的时候 他们都怎么样 都逃走了 圣经当中是这样的记载 一直到被钉石架为止 也不过都是怎么样 偷偷的 暗暗的 在旁边什么呢 跟随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勇敢的说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没有 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 跟随耶稣基督三年 生活在一起 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 可是他们的信心 甚至不如今天 被钉在石架上 旁边的强盗 那我们这些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信心 是不是 跟耶稣的门徒 是一样的 如果今天 我面临死亡的话 我们能不能像 这个强盗一样 我们有这样的缺险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要在神的灵灵 怎么样 像神土力感 像神告白 神的求你 赐给我什么呢 我要与你同活 与你同死 就算你拿走我的生命 我也不懼 所以你赐给我这样 坚定的信心 和忠实的信心 Amen 而相反 这个强盗 转身 看着这位 将要被定死的耶稣 这个主 他接近的说什么呢 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那他的信心 是值得去学习和敬佩的 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信 同时也说明了什么呢 人不能拯救自己 人不能自己救自己 人是软弱的 人是没有能力的 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靠着基督里的信心 任何人都能什么呢 都能得救 所以你被旁边的大叔说好 任何人都能得救 任何人都有机会得救 任何人都有机会得救 Amen 所有的人都有机会 在我们来看 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机会了 无可救药了 在神的里面 看他是宝贵的 如果我们能够有信心 被这样子去传福音 早晚有一天 这个人会回到神的面前 成为神的 Amen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以前在别人来看 是根本没有办法 相信耶稣的人 我们在别人看来 不是有救药 我们是顽固的 但是今天 我们坐在神的殿中 我们一起尽快神的时候 是天上地下唯一的神迹 和奇事 Amen 是奇异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对我们周围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什么呢 坚定的信心 他们肯定 会回到神的面前 成为神的人 Amen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是小的 神的信心是淡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神的能力是无限的 Amen 不要失去希望 也不要欺慕 要为了在我们旁边 凡事不相信耶稣的人 献上祷告 和传福音的恩典 Amen 希望我们都能够靠着 把基督里的信心 能够得救 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 能够呼喊 说什么呢 说主啊 求你赦免我 我们在主的面前 像强盗一样 如果我们求神赦免我的话 我们求耶稣基督 也能够降临的时候 与我同在的话 我们也会 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能够与耶稣基督 一同在乐园里 Amen 因为今天这个强盗 向耶稣基督所求的是什么呢 你能够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 你今日就要同在乐园里 所以一开始 我们刚开始问候的话语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在神的乐园里 Amen 但是我看起来 你们并不是喜乐的 也不是在乐园里的什么呢 样子 我们的脸上有很多什么呢 有很多愁苦 很累 很辛苦 有很多忧愁 有很多忧愁 所以希望今天我们来到神的乐园里 能够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 一切的忧虑 放下我们一切的烦恼 尽情的享受 神所赐给你的喜乐和平安 Amen 所以你们要笑着 微笑对旁边说什么呢 神赐给你喜乐 神赐给你喜乐 神赐给你平安 神赐给你平安 我们今天就在乐园里 我们今天就在乐园里 Amen Amen 主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每个人 让我今天就能够和他同在乐园里 Amen 我们看第三个原因也很简单 这个强盗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认证耶稣是什么呢 是主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能够怎么样 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虽然耶稣看起来是罪犯 但是他相信他 第三点我们看一下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责备了什么呀 旁边的人 因为两个强盗 有了两个强盗 那么这个强盗不但在众人面前 公开承认耶稣是主 而且严厉的责备了 那个讥笑耶稣的强盗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什么 我们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什么呢 相乘 但这个人也就是耶稣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今天这个强盗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在为主耶稣基督做什么呢 辩护 做证人 说耶稣基督从来没做过什么呢 一件不好的事 他承认耶稣是神 而且敢于站出来为耶稣去辩护 敢于站出来说什么呢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可是我们很多人 我们是不敢站出来 承认我们是基督徒 也不敢站出去 对别人说你们新主 为什么 我们的心里面这个信心不够大 对主的爱也不过强力 如果你真的爱主 真的相信祂的话 别人就想把你的嘴堵上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大声说什么呢 耶稣就是什么呢 就是主 阿们 对 别人用这个线把你的嘴缝上 我们要怎么样 拆掉了也要喊什么呢 耶稣就是我们的主 阿们 我们的信心达到这样的程度了 好像没有 我们的希腊 今天通过这个强盗 我们学习他的信心 就算是面对死亡 我们也要承认什么呢 耶稣就是拯救这个世界的主人 阿们 那么他能够为主辩护这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今日同主在六月里的先决桥间之一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 为主辩护的话 可能耶稣基督不会得到说 今日要通过在六月里 耶稣基督看到的是他的信心和勇气 那个信心是坚定的 是完全的 而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 是软弱的 是不完全的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少数的信仆 看到别人犯罪 或看到别人做了一种损于 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事情 出于什么呢 出于私情 或者碍于面子 我们怎么样 不去指出他的问题 也不去纠正他的错误 以至于损坏了什么呢 教会的形象和神的恩典 玷污了耶稣的圣谊 这样一来 我们在那个人所犯的罪上就有什么呢 有份 为什么呢 你看着别人走向犯罪的道路 而没有伸出你的手去 拉他一把的话 我们和这个人犯的是什么呢 同样的罪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 有很多 我们用三次来辛苦 心太短 是吧 不好意思说 干脆没说 说了的话 朋友的关系就破坏了 算了 我们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过去就好 但是在神的里面 没有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神的眼睛里面 不能够尽什么呢 不能尽伤 神是完全的圣洁 是完全的什么呢 完全的什么一样 如果有罪的话 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 应当帮助那个人 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 阿们 所以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可能说完之后 我们的关系被破坏了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 我们说的时候 没有事 选择场合 时间 方式 选择错 给那个人造成了什么呢 伤害 那么再去批评 或者指责别之前 我们要做什么呢 做祷告才可以 怎么对这个人去说 通过什么方式去帮助他 如果神让我把嘴闭上的话 我们暂时不属 我们用祷告去什么呢 去拖起他 去帮助人 神给我们感动 让我去说的时候 我该怎么说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场合去说 向神祷告 神会给我们什么呢 给我们治理 比如说在众人面前 我马上去指出他的问题的话 这个人的面积就怎么样 完全被破坏了 所以我们要单独的 找他 跟他在一起交流 成为好朋友之后 用什么的爱心 去劝诫他的话 我们会帮助这个人 从最后脱离出来 阿们 以前我讲到的时候 提到过有一个牧师 叫寇师远牧师 他提到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批评或者指责别人的时候 应当有智慧 他讲了一个方法 他自己的秘诀 这个秘诀很简单的 他说你批评一个人的时候 你指责一个人的时候 你越指责 越批评你越高兴 越指责他 越批评他 你越舒服 这个时候你要把嘴闭上 你不要再批评他 不要再指责他 因为这个不是来自于什么的 不是来自于爱心的 也不是来自于什么的 来自于神的恩典 你越指责他 越批评的时候 你的心越疼 你和他一起 觉得很难受 很苦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人的心灵是什么呢 是相通的 你是带着私心 带着愤恨 在指责一个人呢 还是带着爱 去指责一个人呢 人的心都是有感受的 人骗不了别人 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世 所以我们要去指责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要 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要有这种想法 阿明 不要说像这个 这个什么样 这个话叫套筒 是吧 到什么地方我们就放着炮 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人会怎么样 因着我们受到伤害 阿明 因为人的心灵都是软着的 那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什么呢 正直 就是纯洁 感于 和邪恶 说什么呢 说不 做一个真正的 现实的基督徒 阿明 所以你们对旁边的大声说好 你要纯洁 你要诚实 你要正直 你要透明 你要透明 你就会 你就会 更加美丽 阿明 这是歌词对吧 我们现在唱过这个歌曲 追求纯洁 基督徒应该更加纯洁 更加诚实 更加透明 更加美丽 今天这个强盗国庆乐园的原因很简单的 我们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知道我们却不做的道理 第一点是什么呢 承认耶稣基督是什么 救主 第二点是什么呢 有忠实的信息 第三点呢 责备 同伙 就是对 对罪什么呢 有分辨的能力 能够指出什么是罪 帮助别人 看到自己的罪 敢于 为神去做什么呢 做辩护 做证人 第四点我们看一下 完全承认基督罪 求得神的明明 这个强盗 不但为主去辩护 而且什么呢 责备了同伙的问题 更是把自己的罪恶完完全全的 在主里面已经告白出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是应该的 我们罪有应得 我们应该死 我们是应该被判死的行为人 因为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什么呢 相称 我们是应该得到这个 惩罚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该死的 那么我们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这样去告白 我们是一个罪人 好像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像神祷告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神的你看我做的挺好 为什么你老让我遇到问题 神的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已经为你牺牲了很多了 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但神说什么呢 你还没有把你的全部给我 你还在自己的想法 和一点的生活 你是你的主人 我 不是你的主人 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来确认一下 到底谁是我们自己的主人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吗 好像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连这个强盗都不理 对不对 虽然这个强盗是一个罪 那我要对旁边人大说什么呢 耶稣是你的主人 耶稣是你的主人 你不是你的主人 你不是你的主人 你是耶稣的仆人 你是耶稣的儿女 你是耶稣的儿女 我们所有的事情 要让谁呢 让耶稣做主人 那这个星期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短信 在这个群组里面 好像是一个 和三大赞美队的短信 是我们后面做翻译的 秀贤姊妹的短信 因为我看到之后 我很感动 他找到一份工作 而这个工作呢 礼拜天不休息 所以他放弃 放弃之后 他在这个群组里面 他讲了他的这个心情 而大家给他很多感 这个什么样的鼓励 和这个什么样的称赞 因为他做的是对 既然我和神约定了 我们要在主日 我们要守这个安息日 守这个主日 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我们要走呢 要敢于放弃我们自己的利益 敢于放弃 好像要得到的好处一样 当我们能够为神 放下一切的时候 神会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 真正的主人 阿们 当耶稣基督为你做主的时候 你所有的事情不是你在做 而是谁在做呢 耶稣基督在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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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教会来的电话 是行政办公室来的电话 是行政办公室来的电话 呃 就是在上一周 一个星期 教会有全教会的牧者 和什么呢 教职人员的修炼会 必须要参加 那我要面对一个选择 那我要面对一个选择 我是放弃去台湾的事情的 还是要参加教会的 这个牧者的这个会议 因为必须要参加 然后我整体的这个 黄牧师我就说 对不起 我已经有 有其他的事情 我不能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 教会行政办公室的牧师 来了电话 说你为什么不能参加这个会议 你要给我一个答复 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说好 我把这个 要去台湾的所有的行程 日程和报告 我交给这个 宣教部 宣教部有报告给行政办公室 那么最后呢 教会同意 我去台湾去 参加这个本土培训 这个会议 全教会所有的牧师 和传道师当中 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参加 新疆教会的这个会议 但是我心中有平安 因为我知道 神已经计划好了 让我去台湾 所以这次去的话 我得到了几单恩典 这个恩典 我所以想跟你一起分享 我在台湾做了两次这个 在上面讲课 就是这种实践的 这个门徒培训的这个讲语 我带着大概八个人 我在前面带着他们这个门徒培训 那么第一堂讲语结束以后 台湾的圣光神学院的院长 他来找我 这个圣光神学院 是台湾的一个神学院 是谁创立的这个学校 是一位宣教士 有宣教士的名字叫戴德升 可能有的人知道这个人 戴德升的第三代的这个孙子 叫戴少宗 对吧 他建立了这个学校 很有名的一个学校 戴少宗建立了两个学校 一个叫圣光神学院 还有一个叫华神 华神 当然现在台湾这个华神 是比较大的一个神学院 这个院长来找我 他说 院部师 我有一个感动 我想问你 你想不想学习博士课程 我说当然想 我就想到好多点了 只是没有钱 没有时间 我一直要学 我想去韩国的严氏大学 严氏大学有这个外国人奖学金 但是我一直没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严氏大学的神学院 是自由主义神学 我不想去 我们教会有两位这个牧师 都是这边毕业的 一位一位 我们的这个朝鲜的牧师 他学的是上台 另外一个牧师就是越南的牧师 他在学这个宣教神学 然后他说 那我有一个感动 我们学校有教务学博士 教务学博士在韩国语就叫 不愧哈伯萨 现在正好开班 但是我们对这个中国人 牧者在海外 牧会的人有什么呢 全额奖学金 学费 杂费 所有的费用都怎么样 都全别 而且 你每次来参加课程的时候 给你这个 报销这个飞机票的费用 最高的金额是 台湾的这个 一万六千 台湾这个 台湾的这个 货币这个金额 我算了一下 一半六千大概有五十万左右 对 五十二 对那足够了 因为去台湾的话 一般五十万都足够了 所以我心里面这个 就像那个开了花一样 我说 哦考虑考虑 都要祷告 对吧 要祷告 是不是神的神 然后他说 和你一起做这个 讲义的 帮助你的这个 还有一个金牧师 如果他有兴趣的话 请你们两个人一起 来参加学习 但是我这个还想不到一个人参加 所以我就去找他 我说 还有一位正部师 他是韩国人 他比我们对中国宣教的信息和安心更大 他也来参加我们这次这个 这个 试验 能不能让他一起学习 他说韩国人不行 我说 我们觉得他不是韩国人 他是中国人 他说那好 那我们开会 考虑一下 那最后我们三个人 都参加了一个英语考试 面试之后都合格了 所以这个今天晚上 我还得去台湾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八点 去台湾干嘛呢 这个下周一到周五 这个2015年第一个学期的教育学博士的课程 就开始了 就是我已经被录取了 已经可以进入这个博士班学习了 一个星期就回来 因为他是密集班和集中班 一年有四次 一次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就这个高兴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我的妻子 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对我有个要求 就说你要学博士 那这件事情就说了五年到六年左右 我就说学员那一直也没学 因为没有钱 因为学博士 你知道很贵 感谢神的事就看起来好像 抛弃了一些事情 为了神的旨意 我选择我应该去台湾 我可以选择不去 因为 毫无人教会 这个去台湾的这个教会 我可以跟读书拒绝 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 我去了 神给了一个什么呢 极大的回报 不但如此 回来之后 我跟宣教部的牧师交流的时候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从明年开始 从今天开始 给你们牧师们都涨工资 涨工资不重要 而且他说什么呢 他说 你去参加台湾的这个聚会更重要 为了什么呢 为了宣教 为了台湾的墓主 所以我们为了神 看起来掏弃什么东西 我们敢于顺服神吃鱼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恩典 阿们 我希望你们也是一样 在神的面前 能够勇敢的 坚定跟随神所引导的道理 当你去跟随祂的时候 神赐给你的恩典 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阿们 那我再做一个见证 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学习 这是我刚信主的时候 因为我在中国我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 所以我上的学校是党校 我们知道有这个党校的地方 就是在中国叫半托产 什么叫半托产呢 一边上班一边学习 然后那个 这个单位给你拿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学费 那么在这个学习党校的这个期间 那些我这个信主成为基督徒了嘛 但是有一次我们这个 这个党校这个叫什么 这个毕业考试 以前做过这个见证 毕业考试的时间什么呢 礼拜天 那我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去参加考试 还是在教会礼拜 那当时我就觉得 就是我想都没有想 我要去参加礼拜 我不参加考试 那个文凭没了也没关系 但是我要去参加礼拜 因为我刚新主的时候 我跟耶稣基督的约定就是 我不能过什么呢 不遵守礼拜 所以我去参加了这个礼拜 然后教会里面都是这个年轻人 比如说 你为什么不去考试呢 我说我跟人的约定是 我要遵守主日 遵守礼拜 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呢 就一个礼拜 就去呗 去了的话 可以毕业 不去的话毕业不了 我说没关系 我说神会怎么呢 神会还给我 我为了神 要舍弃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参加了礼拜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 我们的老师给我来电话 他说 下周 周五还是周六 我忘记了 你有没有时间 我说有时间 你来参加部考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那天 不光你没参加考试 太多人没参加考试 都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工作 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 这么多人 我们为这些人 我们准备了一次补考 你就要来参加考试就可以了 所以我去参加考试 参加考试的时候 我们的成绩 比那个 没参加不好的人 成绩更好 我们就很顺利的 我们毕业了 看起来 我好像为神 舍弃一些什么事情 在别人来看 好像是不能够理解 在别人来看 是很傻的事情 但是在神来看 神悦纳我的信心的时候 神悦纳我的爱心的时候 神悦纳我这颗小小的 小小的奉献的时候 他会为我安排一切的道路 阿们 所以今天你要做一个报信 做一个决定 要把你的所有的一切 都交付给神 让祂去管你 你的生命 你的时间 你的父亲 你的儿女 你的父亲 你的儿女 你自己 都是属于谁的呢 属于耶稣 阿们 所以对旁边的大叔说好 你是属耶稣的人 你是属耶稣的人 耶稣是你唯一的主人 耶稣是你唯一的主人 阿们 阿们 你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强盗 要学会一点 这个强盗比我们好得多 他的信心 他的诚实 都比我们强 难道 我们跟这个强盗相比的时候 我们还不如这个强盗呢 希望我们的信心 能够超过这个强盗 阿们 这样的时候 神会赐我更大的信心 这样我们来唱一首赞美 一篇赞美已经奉献好了 今天我拜托我们陪你学教室 练习一首赞美 这个赞美的名字叫 也叫 我愿成为主耶稣的喜乐 这个大概是十年前 我翻译的一首赞美 我跟小孩子们一起学习的时候 虽然这个赞美已经出版了 不是我的歌词 但是我想用这个歌词唱一下 我们一起唱一首赞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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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走走走 我的誕生有一個 要成為主耶穌的心了 我的誕生有一個 要成為主耶穌的心了 我的誕生有一個 我的誕生有一個 要成為主耶穌的心了 我的誕生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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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大第二 我的誕生有一個 我的誕生有一個 祈祷 주님의 기분도 주님의 기분도 주님의 기분도 나 주님의 기분도 희망하네 내 나를 새롭게 하소서 새롭게 하여 주사 주님의 기분도 주님의 기분도 내가 원하는 하나님의 기분도 주님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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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기분도 谢谢大家